今年四月我被支持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 当时我正担任印度传道部会长 在我任职期间,亲身体验到前任会长告诉我的事 本教会的传教士真是令人惊议 在方克姐妹和我一起服务的众多杰出传教士当中 有一位来自尼泊尔的波克尔长老 他成为本教会的成员 不过两年就被召唤到说英语的印度班加罗尔传道部服务 他会告诉你,他没有准备得很好 那是可以理解的 他成为传教士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位传教士 他的英文也不够好,不能了解召唤书上的指示 他到传教士训练中心报道时 戴的不是长裤、白衬衫和领带 就像他自己所说的 他打包了五件牛仔裤、几件汉衫和一大堆发酵 甚至在他有了适当的服装之后 他说在一开始的几个星期中 他每天都觉得自己无法升任 他这样形容在他传教的那段期间 不但是英文很困难 事工本身也充满了挑战 不仅如此,我老是觉得很饿、很累又想家 即使情况艰难 我还是决心要做好 我感到软弱不胜任 在那种时候,我会祈祷,祈求天父帮助我 每次我祈祷,都一定会感到被安慰 虽然对波克尔长老来说 传教工作即使兴起,又充满挑战 他仍以极大的信心和忠诚来服务 寻求了解并遵从 他从经文宣讲我的福音 及他传道部领袖们身上所学习到的事 他后来成为一位非常有利的福音教师 用的是英文,也成为杰出的领袖 传完教之后,他在尼泊尔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回到印度继续他的学业 他从一月起,开始担任新德里分会的会长 由于他担任传教士时,体验到了真正成长 他现在能在教会,在印度真正成长 继续贡献 一位从来没有见过传教士的年轻人 如何变成一位灵性坚强的人 身为传教士,你要怎样得到灵性力量 得以在你将来服务的传道区域内 打开人们的大门、电子邮件 以及他们的新门 一如往常 答案可以在经文和获得的先知 及使徒的话语中找到 1837年7月福音首次在英国宣扬的时候 组成启示 凡是借着你们十二位弟兄的同意 适当地推荐 授权 而奉我的名派遣的 必有能力在你们派他们去的任何国家 打开我国度的门 不论你被派遣到什么地方 被指派到哪一个传道部 要知道是一位十二使徒 适当地推荐你那项指派 而且你是由主的先知所召唤 你是借着预言和持有权柄者的 按手里被召唤的 然后主赐下实现这个应许的条件 他说只要他们 就是指的被指派的传教士 在我面前牵移自己 遵守我的话 听从我领的声音 意思是如果做到应许就会实现 主的应许很清楚 为了拥有所需要的灵性力量 使你得以在被派遣去的国家 打开神国度的大门 你必须谦卑 服从 并且有聆听与遵从圣灵指示的能力 这三种品格是彼此密切关联的 如果你谦卑 你就会想要服从 如果你服从 你就会感受到圣灵 圣灵是必要的 就像太福彭森会长所教导的 少了圣灵 不论你多有才华和能力 都不会成功 身为传道部会长 我偶尔会跟一些 因自己还没有完全接近 而饱受困难的传教师面谈 他们未发挥自己的灵性潜能 不论他们工作多么努力 或行了多少善事 都无法感受到平安 也无法完全理 有圣灵与圣灵的陪伴 除非他们能牵引自己 完全悔改 并领受救主的慈悲和恩典 救主指示他的仆人要谦卑 因为在灵性上被治愈的过程 是由一颗破碎的心开始 想想看 破碎的东西所带来的好事 土壤要被打碎 才能种麦子 麦子要被磨碎 才能做面包 面包要被撕碎 才能作为圣灿的象征 悔改之人的 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 来领受圣灿 就能被治愈 我们若能悔改 并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而痊愈 我们在为他服务的时候 就能贡献得更多 是的 来归向他 把你整个灵魂当献祭献给他 如果你肩负罪的重担 需要悔改 请立刻去做 救主 在治愈病人时 通常会邀请他们 起来 经文记载着说 他们立刻 或立时 起来 你在灵性上的疾病 若要被治愈 就请 接受他的邀请 起来 不要再拖延 找你的主教 分会会长 或传道部会长 谈一谈 现在就开始 悔改的过程 赎罪治愈的力量 能为你的灵魂带来平安 使你能感受到圣灵 救主的牺牲 是无法衡量的 但是我们的罪 即使多如牛毛 罪行重大 仍可计算 承认 弃绝 而被宽恕 对悔改的灵魂 他的快乐 是多么大呀 教育和圣约中的 这项应许 十分有利 要不停抵义 美德装饰你的思想 然后 你的自信 必在神面前 愈发坚强 只要过着美德的生活 你站在神面前 就会感觉到 充满平安的自信 你会有圣灵的力量与你同在 教会一些教心的成员 或最近才恢复活药的人 可能会说 我现在配衬 且渴望服务 但是我不知道 我的知识是否足够 今年四月 多玛梦孙会长教导我们 当我们服从神的诫命时 真理以及恢复我们重大问题的答案 就会临到我们 透过服从 就能获得知识 这是多令人安心的一项知识啊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自己能贡献的才能 能力或经验有限 如果你有这样的顾虑 要记住 波克尔长老的经验 尽你所能做好准备 要知道我们的天赋 会光大你怀着谦卑和服从的心 所做的努力 理查思考的长老 给我们这样充满鼓励的忠告 当我们服从遵守主的诫命 无私底为他的儿女服务时 自然就会获得从神而来的力量 这力量 我们能做 做到超乎自己力量的事情 我们的见解 才能和能力都会 因获得主的力量和能力 而得以扩展 只要你信赖主和他的良善 全能的神 就会透过你来祝福他的儿女 从内华达州来的 后世林长老 在他传教的早期学到了这一点 在他到达印度的第二天 他跟方克姐妹和我 来到他第一个传教区域 拉加蒙德里 当天下午 后世林长老和甘娜帕兰长老 去拜访 一位教会成员和他的母亲 这位母亲很想认识本教会 因为他看到福音怎样祝福他女儿的生活 方克姐妹加入我们 抑郁教医 由于课程要用英文来教导 这位母亲却只能说印度的吐鲁克语 因此一位分会弟兄在那里翻译教导的内容 后世林长老在第一次教导的时候 指派用约瑟的话来教导第一次意象 在课程中 他转身问方克姐妹 我应该要一字不漏地说出来吗 因为他知道会被翻译出来 方克姐妹回答说 一字不漏地说出来 这样圣灵能为你所说的做见证 当新传教士用先知的话 诚恳地教导第一次意象时 那位姐妹的面容改变了 流下泪来 后世林长老 后林士长老结束那荣耀的讯息 在他所说的话还没被翻译之前 这位母亲含泪 用他的母语问道 我可以接受洗礼吗 还有你愿意教导我的儿子吗 我年轻的童工们 每天都会有大门和新门 为福音的讯息而打开 这些讯息为全世界的神儿女 儿女们带来希望平安和快乐 如果你谦卑服从 并听从圣灵的声音 在你成为传教士去服务的时候 就会找到极大的快乐 现在正式担任川教士的美好世界 因救主在加速推进他的施工 我为救主和他神圣的诫命做见证 他说 所以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 这是他的教会 他透过活着的先知和使徒带领教会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 总会会长团会教导我们 约我们像摩尔门一样 敏于观察 这样当召唤来临时 我们就能配衬 配衬且能以圣灵的力量宣告 看啊 我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召唤我 向他的人民宣扬他的话 使他们能获得永生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